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茶水间三问 我是每周问的问西的吴婉君 这次我们要问前工人党议员 DSA直接收声计划 青年谈恋爱 茶水间三问每周三个问题畅聊天下事 新加坡前工人党议员贝里安加入前进党 之前因为婚外情辞职退出工人党的前议员贝里安 Leon Pereira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开始活跃起来 他是不是要重出江湖参加来临大选呢 去年7月网上出现了贝里安 还有工人党党员舍雪林亲密摸手的视频 两个人在爆出婚外情之后都选择退出工人党 当时也是阿育尼集选区议员的贝里安 也辞去了不会一席 在那之后两个人销声匿迹 转眼一年过去了 就在大家都快把他们忘了的时候 这个贝里安突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他上个月起就开始在脸书发文 还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 就好像8月 他以讨论嘉宾的身份参加了其中一场活动 同时出席的其实还有其他的反对党 不过这个贝里安在脸书发文的时候 只是提到前进党派人参加了活动 他在同一天出席了前进党的国庆日晚宴 还上传了他和前进党秘书长 非选区议员潘群勤同框的照片 前进党的灵魂人物第一任秘书长陈清慕医生 他也出现在他上传的照片里 这样看来这个贝里安是不是打算加入前进党呢 联合早报联络上了贝里安的时候 他没有回复 不过会不会加入前进党代表前进党参选是一回事 能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是选民的话 你会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有些人就说了 哎呀搞外遇是道德问题 而且公众会用更高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人物 贝里安爆出婚外情 被质问的时候还否认 身为人民的代议士不但犯了错还说谎 你要选民怎么相信他有道德操守和个人诚信呢 不过也是有人认为 私生活应该跟专业能力区分开来 贝里安是一名称职的议员 过去他也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如果他决定要参选的话 给他第二次机会也不为过啊 针对贝里安会不会在前进党旗下参选 新加坡管理大学阳邦校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 他就认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会让人感到很意外 因为前进党是必须要确保他的过去 不会是一种干扰或者是负担 其他政党也可能会大做文章 提醒选民注意候选人的品格 一些专家是认为贝里安当过非选区议员 还有议员就算不成为候选人 还是能有贡献的 前进党是个相对年轻的政党 如果有经验丰富的人担任军师啊 又或者是顾问 说不定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选票 提高胜算 根据前进党的说法 贝里安目前是以非党员的个人身份 协助前进党 但他没有入党 如果贝里安最终参选 那就把这个决定权交给选民咯 让你们去选出你们心目中的大意识 如果在幕后当参谋的话 也挺好的啦 也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做出贡献吗 今天要聊的第二个问题是 DSA比才华还是比才力 以前有没有尝试通过DSA进入你理想中的学校呢 DSA指的就是 Direct School Admission 直接收生计划 2004年推出 DSA让学生凭学业成绩以外的才华 又或者是潜能 直接升入理想的中学 或者是初级学院 一提到这个直接收生计划 很多人想的应该就是体育项目 不过其实不止 除了体育才艺之外 还包括了科学 技术 工程与数学 制服团体 表演艺术 领导能力 创业与创新等等 我是觉得这个DSA的初衷是很不错的 就是学生学业成绩不太理想 但只要在某些领域有突出的能力 又或者是兴趣 照样是可以申请到新一的学校 为什么我的年代没有这种计划呢 OK好 不说我 说我邻居的小孩 他从小就很喜欢打羽毛球 而且打得还不错 他今年就报名参加DSA 希望可以凭一技之长进入理想的学校 不过有关这项计划的争议最近出现了 一名30多岁的篮球教练涉嫌受贿 被指向家长收取介于3万到5万元的报酬 再利用关系协助学生通过DSA进入名校 哇 这个教练真的很大胆 这种行为不但违反道德 而且还破坏了DSA的公平性 出现了这样的争议之后 有一些人就开始反思 现在DSA是不是已经变质了呢 DSA当初设立呢 是为了什么 就是让那些在某些特定领域 具有才华的学生 不再受制于一考定终生的考试制度 可是现在DSA感觉不是真的在选拔得意双心的学生 而是变成了一场父母比财力的一个游戏 做父母的有哪一个不是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家长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进一所好的学校 当然如果可以进名校那是最好的啦 一些比较有钱的家长 他们就会砸钱帮孩子补才华 这好像为孩子报名校外的培训班 又或者是才艺班 最近就有家长在网上吐槽说 现在的DSA培训班费用是高到离谱 有一名教练在校外一对一训练 两个小时的收费就介于140到160块钱 小组训练则是每两个小时大概30到40块钱 这笔高昂的费用让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望而却步 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也同时违背DSA的初衷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新加坡政府还有学校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就好像加强对申请材料的审核 还有对学校的监督 教育部就说了申请评估者的工作 会交由学校高层所领导的领选小组 而不是教职人员就要向教练来负责 教练最多只会扮演辅助的角色 不过在录取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没有最终的决定权 此外所有参与DSA领选过程的人 都必须要申报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 如果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 就必须要回避 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DSA不应该是只有经济能力的家庭 才玩得起的一个游戏 DSA还是有不少灰色地带 也一定会有人试图去赚漏洞 学校可以做的就是要尽量以孩子为中心 以孩子的个人特质 还有潜能为主要考量 同时遵守教育部的指导原则 坚持透明 客观 还有包容 这样才能确保每个有兴趣 有才华的孩子 都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近四成新加坡青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最近在跟一位年轻的同事聊天的时候 他就提到 他在大学迎新会被问到自己的感情状态 是什么红绿灯颜色 我就很好奇了 红绿灯跟感情的状态有什么关系呢 他就跟我解释 红色是代表有对象 黄色就代表有暧昧的对象 而绿色就代表单身 其中绿色又分不同的等级 有evergreen 长青 指的就是出生以后一直保持单身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而在这场迎新会上 除了我的这位同事 也有不少大学生都说自己是evergreen 这就让我想到了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 还有全国青年理事会 针对2000多名 介于23到30岁的本地青年展开调查 发现有将近40%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这点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年轻人不想谈恋爱呢 调查列了三个原因 第一 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第二 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优先事项 还有第三 那就是谈恋爱压力太大了 负责调查的研究员之一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兼任高级研究员 周翰逸他指出 年轻人可能更加注重教育 还有职业发展影响到他们对恋爱的重视程度 就好像当青年将事业视为优先 认为自己必须要跟得上就业市场需求 那么恋爱还有找伴侣就会变成次要了 也是啦 平时都已经忙着工作忙着要upgrade 都已经累得像狗一样了 单身狗哪里还有精力去谈恋爱呢 那我们要怎么去鼓励这些年轻人谈恋爱 周翰逸他说 公开对话可能是解决青年对恋爱产生焦虑 还有误解的其中一个方式 青年在取得好的学历还有事业之前 甚至都不会考虑感情问题 也许应该重新调整家庭 还有社会对恋爱的期望 今年一月发布的另外一项调查也发现 超过八成年龄介于21到34岁的本地青年认为 维持单身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当中有约七成认为不一定要结婚或者是生孩子 不过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打算要组织家庭 百分之六十八的单身青年就预计自己会结婚 没有生孩子当中就有百分之六十七 希望未来会有子女 我想不管是单身又或者是有意组织家庭的青年 都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选择 所以各位安哥安迪 不要再过度的关心他们了 不要再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了 OK 谢谢收听茶水间三问 我是问东问西的吴婉君 本期节目撰稿李思敏 播客编导王文艺李怡倩 今天的播客在新包园媒体Studio Plus 65录制 茶水间三问可以在联合早报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